小葱花就可以了 你别添乱了 看你正经事 行 那我还是做我本职工作吧 微信吧 我们说这位朋友的信息吧 这位叫牛气冲天的朋友 他说家里孩子特别爱买多了 然后就放冰箱里冷冻一下 下次再吃水就发现这味道变腥了 口感也不好了 所以他想问问两位老师 这鲜子怎么存放 这个是个好问题 其实存放鲜子 我们可以准备一个塑料盒子 把这个活鲜子放进去 然后添水直到没过鲜子的高度 最后给这个盒子密封上 然后再冷藏 用这种冷藏的方法 你下回吃的时候 味道还是会很鲜美的 这位位朋友叫义曲名谣 他说最近才学会做一些好喝的汤 但是有时候这个关于盐的这个量啊 把控不好 好几次把汤做特别咸 后来就只能添点水 叫问问老师有没有什么办法补救一下 有 汤啊做咸了 直接兑水 并不能说是一个好方法 其实呢 我们可以切两块西红柿 放到这个汤里 再煮两分钟 汤的咸味会明显的减轻 或者呢 切几片土豆 土豆放到这个汤里 土豆煮熟的时候 这汤呢 也没那么咸了 大概煮土豆也就五六分钟左右吧 会有让这个汤变淡的 不错的效果 对 这汤做咸了 添水 那汤的鲜度就下来 对 阮老师说的这是正道 对 这是真 这方法非常好 记住我 今天非常感谢阮老师 教会了我们如何把这个右经济